文武苗十二 如果有人欺负你 但是鬼就来帮你的财运 你会选人 还是选鬼做你的朋友 当我初初进入文武苗 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婆婆 走游来找我 她说看过我的节目 所以她相信 我会相信她所说的话 我抱着来者不拒的心态 慢慢听她说 当她仍在十二岁的时候 家住西环 有一天 家对面的火仓大火 跟着消防车和警车的警号响过不停 小孩好奇地走到街上去看热闹 火灾过后 她见着消防 用空缸绳 把尸体逐个掉下来 她当时吓得目定口哀 她爸爸见到她这样 就立刻带她回家 不让她再看 但是从此以后 她就慢慢发恶梦 那些尸体 躺在她旁边 她试过上学的时候 总是觉得 有人跟着她 还叫她的名字 她回来当然没有人 总之就是疑神疑鬼 没有一刻安寧 有一天 那些同学叫她去玩碟仙 当个个准备好的时候 她就想缩手不玩 突然间 觉得后面 站了个人在 她斜眼望向后面 看到一幅白色的长袍 接着觉得 有些头发 冻到自己的臉 她看上去的时候 看到有对精子的眼看着她 还好似跟她自己说 快点玩 无论你不玩 吓到她立刻 跌下头 玩碟仙 接着那些同学 就在问什么 碟仙都答到 不得了 吓到所有人 都呱呱大叫 一哄而散 因为这件事 她发了高烧 虽然不死 但是自此之后 就开始口吃 从此 还被同学 朋友 嘲笑 有一次放学的时候 前面没多远 有个阿伯 慢慢迎面走过来 他见到个阿伯 很奇怪 为什么 他臉上没有口 因此 一路走 一路望着阿伯 到阿伯发觉 他望着自己的时候 一个善心 就消失了 在人群里面 然后才经过自己 见到灵体 自此之后 他就很习惯地分得出 哪些是人 哪些是鬼 成长之后 出来做事 因为口吃 处处被人欺负嘲笑 幸好 都嫁到一个对他不错的老公 两口子 都可以剩下个钱 但是 子女对他 就极之不孝不敬 有一日 朋友三缺一 勉为其难 找他蹬脚 他也很奉陪 心想自己不擅长打麻将 要求打小一点 那些爵士就不断笑 他 细胆孤寒 谁知四圈不够 就已经被阿婆婆赢了 那些爵士 频频哭 这么说有鬼 一传十 十传百 那些选友 就怂恿阿婆去澳门赌场 婆婆 经不起他们的请求 唯有答应 在赌场里面 阿婆只是 在那儿看 没落着 那些朋友 不断逼他 突然 阿婆婆 看到土台上面 有个号码在那儿发光 他就叫那些朋友落着 但是这个号码 长期没开过 净冷门 那些人半信半疑 但是有人 不顾一切 薄扑大 开出来 结果再次证明 婆婆就是财星 赌台 就立刻封台 那些人又怂恿婆婆 去第二个赌场 这次婆婆很缺绝 立刻离开门 我尝试 从婆婆的命格 探究一下 她的遭遇 当然这件 并非难事 我只是想知道 一个人 和灵异扯上关系 究竟 关不关命运的事 得出来的结论 只要符合几个条件 灵异就会找上门 我们真是要 好自为之